攻克合肥,终于大破北魏,取得南北交战以来南朝第一大劫,六朝人才之冠的南梁车骑将军韦瑞。 韦瑞,自淮文,经兆杜林人,南北朝时期南梁名将。 韦瑞的家族自西汉丞相韦贤之后,世代都是三府地区的著名族姓。 韦瑞的祖父韦璇,为躲避做官隐居在长安的中南山,拒绝太尉刘裕的征招。 伯父韦祖珍,在南朝留宋末年承认光禄勋,父亲韦祖归,官至宁远将军长使。 韦瑞自绍侍奉祭母,以孝顺而闻名。 他的伯父韦祖珍屡次外任俊太守,每次出行时,韦祖珍总是携韦瑞赴任。 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 韦瑞的表兄杜佑文任梁州次使,邀请他一同前往。 梁州地处富饶,去那里做官的大多是因为受贿在跟头。 韦瑞虽然年轻,却以年节闻名。 永光元年,公元465年,元便担任雍州次使。 元便在见到韦瑞后,认为他不寻常,招他任州主博一职。 元便到州任后,与邓丸起兵反对宋明帝。 韦瑞请求外出到义成郡任职,因此免于遭祸。 后今屡次升迁,他历任齐心郡太守,雍州别家,长水校尉,右军将军。 南齐末年,朝廷多声变乱,他却想回到故乡,就请求外出不任上雍郡太守。 永元初年,公元499年至500年间,太尉陈显达,护军将军崔慧瑞,相继起兵反对东昏侯萧宝卷的统治。 屡屡重兵逼近建康,建康城中人心惶惶,未有背向。 雍州人士和韦瑞相讨前途。 韦瑞说,陈显达虽然是旧将,却是不成气候的人物。 崔慧瑞很有经验,但落弱不能作战,天下能成就大爷的人,怕是出现在我们州里了。 于是派遣自己两个儿子,与时任雍州刺史的萧衍联络。 等到萧衍起兵,文告传道,韦瑞当即率领本级人士伐族赵伐,奸臣赶来会合,共有2000多人,200匹马。 萧衍见到韦瑞后很高兴,辅着基岸说,前日见军之面,今日见军之心,我的大事可成了。 之后,萧衍指挥着西台军攻克了陈鲁等地,平定嘉湖,韦瑞与其中出过很多计策,都被萧衍采拉。 萧衍亲率主力从影州出发,委任韦瑞为江夏郡太守,管理影州事务。 中兴二年,公元502年2月,萧衍授封相国梁公开剑霸府。 韦瑞被征召陆朝为大理寺卿,四月,萧衍授善继位建立南梁政权,后世称之为梁武帝。 南梁建立后,韦瑞被改封为廷尉,封爵都梁子。 天坚二年,公元503年,改封永昌县子,在改授玉州刺史,兼立阳俊太守。 公元504年,北魏派兵来攻打玉州,韦瑞率周兵将其击退。 公元505年,萧衍任命宁川王萧红为帅,统军大举北伐,韦瑞则奉命都督重军。 韦瑞派遣长使王朝忠,梁郡太守冯道庚,攻打北魏的小建成,但出战失利未能告别。 一次,韦瑞领军在魏军城防栅栏外巡视,城中忽然出来数百人在门外布阵,韦瑞要攻击他们,猪将都说, 我们都是青庄前来,请回去穿上盔甲栽战。 韦瑞却说,魏军城中有2000多人,只要闭门坚守就足以保住城池。 现在无故放人出来,定是永汉之人,如果能够击败他们,这城就不攻自破了。 就在大家还在犹豫不定之际,韦瑞指着他的结账说道,朝廷受我赐物,不是拿来装饰的,韦瑞的法令不可违抗。 于是,徽兵出击,魏军战败,韦瑞趁势加紧攻城,于次日夜间破城,小建成被攻破后,韦瑞马上向合肥进军。 此前,右军司马胡锦略,进军合肥,久攻不下。 韦瑞到后,考察四周三川地势,说,我听说粪水可以灌平阳,就和这里一样。 于是,在肥水上住院,很快,雁城水通,梁军战舰相继开道,魏军分驻东西小城,加合肥而离。 韦瑞先攻二臣,不久,北魏援军杨凌翼,率军五万杀到,朱将建议向朝廷请援。 韦瑞笑道,贼兵已到城下,才去求援,临难驻兵,起急马腹,何况我们求援,他们也会增兵,犹如吴国在八丘增兵,蜀汉也在白地增兵罢了。 势客在何,不在重,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于是,徽军迎击,击败了杨凌翼所部,军心因此稍加安定。 正在此时,合肥第一眼旁的陈磊被魏军攻陷,梁军所在的第一眼受到严重危险。 军舰潘陵右劝韦瑞退回朝湖,朱将右倾退回三叉。 韦瑞露道,军败将死,有进无退,命人拿来了他的遗仗,立在大堤下面。 表示绝无退却的打算,韦瑞速来身体盈弱,不能骑马。 作战时总是坐着小车都率军队,魏军来凿低,他亲自率军将其击退,并在低旁驻雷守卫。 他又建造了几乎和合肥城墙一样高的陡剑,四面进攻,使得魏人济穷,相与悲枯。 功臣器具修成之后,夜水涨满,魏军援军无计可施,合肥城迫在旦夕。 而登城督战的合肥首将杜元伦又被鲁剑射杀,韦瑞帅军攻克合肥。 俘虏卫军万余人,缴获流马以万计,捐可堆满十间屋。 对所获的战利品,他分毫不取,都奖励给了将士。 合肥攻克后,萧衍命众军进驻东陵,东陵离北魏的辟城仅有二十里之举,将要会战之际,因梁军在落口溃败。 萧衍遂下诏让众军班师,韦瑞考虑到离卫军太近,担心被尾随袭击。 于是,令资众作为前队,自己坐小车殿后,为人设于他的威名,只能远望着,不敢逼近。 梁军因此得以完整无缺的撤回,此后,韦瑞把豫州州制签到了合肥。 自天剑五年十月起,北魏中山王元英与镇东将军萧宝营,平东将军杨大野等率众围攻钟离, 魏军号称百万,搭住四十多座陈载相连。 据守中离的北徐州刺史昌一支,以三千兵力死守城池,屡次击退卫军的攻势。 十一月,萧衍派真北将军曹锦宗督军二十万抗击,但曹锦宗囤住道仁州,不听萧衍诏令, 为真功而擅自出击,使得梁军遭遇暴风,历史颇多。 天剑六年,公元507年2月,萧衍招韦瑞入朝觐见, 命他率军池原钟离,接受曹锦宗的节度,并赐他龙环玉刀,说道, 诸将有不听令的,可斩。 韦瑞自合肥取直道而行,穿英灵大则,十逢山剑峡谷,一盖驾桥渡过。 梁军士族,惧怕魏军逝肾,多劝韦瑞解慢行军速度。 韦瑞说道,钟离现在已经危急的挖洞居住,背着门板去打水了, 驾着车急忙赶去,还怕来不及,何况缓进呢? 于是,在十天之内就赶到了前线,与曹锦宗和军进屯邵阳州。 当初,萧衍告诫曹锦宗说道,韦瑞是你家乡中的人物,你要好好尊重他。 曹锦宗见到韦瑞后,果然很是恭敬。 萧衍听到后说,二将和睦,军队一定能打胜仗。 韦瑞在锦宗迎前二十里处,连夜挖掘长豪,扎上鹿角, 将带枝差的树木树立其中,截邵阳州驻城, 离卫军堡垒仅百余步远近,冯道根能长骑马丈量土地, 他计算马行的部署来分配每人的工作量。 所以到天亮,城隍就修好了。 原因大惊,用仗击打地面说道,怎么能够如此神速? 此时曹锦宗担心中离城中军心不稳, 便招募军士自水底潜入城中,告知援军抵达的消息。 城中军民闻训,大为振奋,人人勇气百倍。 杨大眼率万余骑兵来战,所向披靡, 韦瑞把车辆串起来连接城镇。 杨大眼会合骑兵将之包围,韦瑞指挥强弩, 两千一骑发射。 洞穿卫军铠甲,杀伤很多, 并一箭贯穿杨大眼右臂,迫使其撤离。 次日清晨,袁英亲自率兵来战, 韦瑞坐白木小车,手持白脚如意指挥军队, 一日接战几次,袁英颇为畏惧其顽强。 当夜,魏军夜里又来攻城, 剑如雨下,韦瑞的儿子韦岸, 请他下城去避雨,韦瑞不答应, 军中惊乱,韦瑞在城乡, 立身呵斥,才安定下来。 韦瑞先前在邵阳州两岸造了两座桥, 树立围斩数百步,截断淮河通道, 韦瑞打造大舰, 命冯道根及卢江太守裴隋, 秦州太守李文昭等同龄水师。 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 韦瑞立刻派冯道根等臣抖剑袭 袭邵州上的魏军,将其尽数歼灭, 另一小船宰草, 灌上高油,趁风纵火, 用来焚烧浮桥, 同时派赶死之士拔战砍桥, 当时大水湍急, 顷客之间, 桥站都被冲毁, 冯道根等都轻声搏身厮杀。 梁军奉勇冲杀, 无一步以一挡板, 魏军大溃, 历死被斩杀的各有十余万人, 原因单济逃往梁城, 杨大爷也烧银顿走, 韦瑞派人通知昌一支, 昌一支悲喜交加顾不上回答, 只是一个劲地喊着, 又活了,又活了。 梁军一路追击至汇水上, 杀得淮河百余里坚, 魏军的尸骸相继, 淮水未知不流, 又俘虏了魏军五万人, 收起军粮器械堆积如山, 流马驴螺不可胜数。 萧衍派中树狼周舍, 到淮河边挠军, 韦瑞把缴获的物资堆积在军门, 周舍观看后对韦瑞说道, 将军缴获得真和熊尔山一样高啊。 此战后, 韦瑞因公进绝为永昌献猴, 中黎之战的胜利, 成功阻恶了北魏对南梁的攻势, 近代史学家吕思勉, 称赞此意为南北交战以来, 南朝所未有之一大劫, 寻足含鲜卑之胆义, 魏书《卢场传》称, 自国家经略江左, 唯有中山王原因败于中黎, 卢场与渠山失利最为圣言。 天间七年, 公元508年, 韦瑞改任左卫将军, 不久任安息将军长使南郡太守, 嘉义中二千石, 这时奉命赶赴玄湖的四周刺使马仙皮, 被原因所率的卫军击溃, 弃一阳三关南逃。 萧也命韦瑞率重军增援, 韦瑞到安路后, 增筑城墙至两丈多高, 又开掘大沟, 建设高大的敌楼, 众人多笑他胆小, 韦瑞却说, 不对, 违将应有胆小之时, 不能专凭勇力, 原因率军一路穷追马仙皮, 企图一雪钟离之战的大败的耻辱, 听说韦瑞在安路这才退兵, 此时萧衍也下诏罢兵。 天坚八年, 韦瑞被改授为迁信武将军, 江州刺史, 次年, 韦瑞被征召入朝, 任园外散旗常侍, 又魏将军, 累官左魏将军太子詹氏, 不久后又加通职散旗常侍。 天坚十三年, 公元五百一十四年, 韦瑞出任丹阳颖, 其后因公职被免职, 次年改任雍州刺史, 天坚十五年, 公元五百一十六年, 韦瑞上表请求辞官, 朝廷下诏不准, 以示优待, 又征召他入京, 封为护军, 赐给鼓吹一步, 在殿险值班。 韦瑞在朝中带人恭敬, 从未和别人怒目对视过, 萧衍也很尊敬他。 普通元年, 公元五百二十年下, 韦瑞被改授为适中, 车骑将军, 还未正式败官, 他便于八月二十三日在家中病逝, 享年七十九岁。 遗言搏葬, 以食服装脸。 萧衍当日清零吊咽, 哭得很悲痛, 赐其家钱十万, 步两百匹, 即东元密器, 朝福一等物。 由官府负责办理丧事, 随后追赠他为车骑将军, 开府一同三私, 赐嗜好为盐。 韦瑞人名爱物, 肯与士族同甘共苦, 一生年节, 家无余才。 北魏人对其颇为畏惧, 称他为维虎, 南使将其称为与陪随, 俱为梁氏名将, 愚人莫及, 名人杨胜, 亦称其为六朝人才之冠。